上星期二下午,西荷里活一人在放狗时被抢劫手标 并遭到疑犯使用手枪毆打。 事件发生在Sunset Boulevard 8300路段, 当时受害人Raco Di Stefano正在放狗。 突然,有三名蒙面嫌疑人靠近他, 并试图抢走他的Rolex手标。 受害人拒绝交出手标并自卫, 但遭到疑犯使用手枪毆打。 受害人最终逃入了旁边的水疗中心, 头部受伤,目前正在治疗中。 嫌疑人在没有抢到手标的情况下逃走, 现仍未被逮捕。 洛杉矶警方称,事件发生大约半小时后, 附近的第三届,加Karkin Avenue, 亦有人报警,清租到四人抢劫手标。 嫌疑人驾驶着一辆黑色Cardillac, 其中至少一人持有一把半自动手枪。 警方并未透露两起案件是否相关, 天下卫视记者编辑报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